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茶的歷史相當悠久 亦影響著近代史 例如美國獨立戰爭和中國鴉片戰爭 都與茶葉有關 究竟茶葉又如何改變歷史呢? 我們先談談茶葉的新世 其實茶葉起源於今日的印度東北 緬甸北部 中國的西南部和藏南地區那一塊 古代為了運輸方便 便會將茶葉造成茶餅 要喝的時候才將茶餅慢慢削下來 然後煎茶 在唐代的禪宗非常輕盛 當時的佛寺將茶當成提神飲料 免得念經時睏眼睡 既然是一種提神飲料 所以當時最流行是將茶葉磨成粉 因為這樣便於攜帶 所以到了宋代 人們開始將茶葉磨成粉 這些就是抹茶 在宋代的時候 日本派了很多人來做遊學增 他們的目的是來中國學佛法 順便拿走中國的茶葉種子和茶葉技術 回到日本後便大力推廣茶文化 將品茶和宗教哲學、社會道德、品行修養都融為一體 亦將飲茶提升到另一個角度 形成了日本獨特的茶道 並且將抹茶發揚光大 你可能會問 咦?為何我們很少喝抹茶? 好像是最近幾年才流行 那何時在中國消失? 其實茶本身是一些土豪和貴族的飲料 明朝的開國皇帝張仔 為了令老百姓喝到茶 所以下令廢除那些很難做的茶餅 開始推廣很容易喝的散茶 就是我們現在的茶葉放在杯上 這種沖茶模式 所以自此抹茶就在中國消聲匿跡 其實在目前世界各種語言中 茶有兩種發音 一種是廣東話中所說的茶 另一種是朝鮮和福建敏南話中的dare 在日文、韓文、泰文、印度文、俄文、波斯文 和土耳其文都叫做茶 所以這些國家的茶是經由廣東輸入的 而歐洲人是在福建港口 進口茶葉回到歐洲 所以無論是英文、法文還是西班牙文 茶這詞的發音更接近敏南語中的dare 即是英文所說的tea 我們了解中國人比較喜歡喝綠茶 而歐洲人喜歡喝紅茶 紅茶和綠茶喝起來味道不一樣 但其實是同種的東西 為何歐洲人喜歡喝紅茶 而亞洲人喜歡喝綠茶呢? 主要是因為茶葉入面有多分氧化酵素 而在酵素的作用下 茶葉在採摘的一段時間就會開始氧化 感覺就像你切開了蘋果 那段時間蘋果會生鏽 會變黑變暗 所以紅茶就是氧化後 變成紅黑色的茶葉所製作而成的茶 而綠茶就是剛剛採摘後 馬上加熱 然後抑制茶葉發酵 令茶葉可以保持綠色 因為茶的產地在中國 所以中國人當然喜歡喝一些新鮮的茶 所以中國人會喝綠茶 而歐洲因為路頭遙遠 如果帶綠茶回去 很容易就會變質 所以只可以選擇那些 沒那麼容易變質的紅茶 所以不是他們喜歡喝紅茶 而是他們沒有選擇 究竟又是哪一個千辛萬苦地把茶葉運回歐洲呢? 不是英國也不是法國 而是歐洲的小國荷蘭 當時的荷蘭在亞洲左右逢源 不僅與中國有關係 而且與日本人的關係更好 於是荷蘭的傳教士 將神奇的飲料帶回荷蘭 在1688年英國發生了光榮革命 國王被人流放 於是議會在荷蘭 將威廉三世請回英國成為英國國王 她老婆馬利二世把茶葉傳到英國 所以當時的下午茶會 亦成為了上流社會的風潮 而民間亦有樣學樣 所以英國慢慢變成了茶葉的消費大國 其實在此之前 歐洲人的飲料 你知道是什麼嗎? 當然不是可口可樂 是咖啡 是在阿拉伯半島進口 當時的倫敦街頭大部分都是咖啡店 當時的咖啡店是歐洲貴族和紳士的交流場所 女人無法進去 女性不甘心被人拒之門外 便開始自行舉辦茶會 所以慢慢在街上亦有越來越多茶館出現 而那些色色的紳士為了一親方澤 亦開始研究飲茶 慢慢在茶館取代了咖啡店 時間轉眼到18世紀 在工業革命的英國 誕生了新的工人階級 這群人都很喜歡喝紅茶 以前的衛生條件不好 其實英國人很怕 藥疾幹菌這種 由水來傳播的病菌 所以基本上不會喝水 是經常喝酒代替 大家都知道道路千萬條 駕駛不喝酒第一條 當然你是一個工人 亦不能喝醉酒上班 所以只能喝一些含有抗菌成份的茶 再加上茶葉還可以提神 所以當時紅茶非常受歡迎 另一方面 其實茶也幫助美國獨立做了一臂之力 美國新大陸本來是荷蘭的殖民地 所以受到武國的影響 在殖民地上的上流人士 亦喜歡喝紅茶 英國人來了之後 慢慢連習慣都開始繼承了 後來英法兩國在新大陸爭霸 最後英國佬贏了 為了彌補龐大的戰爭花費 英國人將他們的聰明才智 放在茶葉身上 對茶葉徵高額稅 而且嚴格取締酒師 為了抵抗英國的高額制度 在1773年12月份 一群美國佬假裝自己是印第安人 襲擊了英國的混茶船 而且將船上的茶葉全部掉進海裡 這件事就是波士頓茶葉事件 亦是美國獨立的導火線 所以之後美國人一看到茶便想起英國佬 所以對茶這件事越來越反感 所以就開始喝咖啡了 但其實心裏仍是對茶有一批癮 為了令咖啡更加像紅茶 美式咖啡採用淺烘焙的方式 所以煮出來的咖啡比較清淡 但後來的獨立戰爭 由很喜歡喝茶的北方佬發起 而種植棉花是南方的粥粉 當時仍然不斷輸出棉花到英國 所以賺了很多錢 所以南方的人根本不想在英國獨立出來 所以南北雙方亦在這個時候 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後來雙方的對立日漸加深 最終爆發了南北戰爭 紅茶在英國普及後 紅茶變成了英國人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產品 所以需求量大增特增 所以需要與中國進口大量的茶葉 所以英國的白銀 亦是源源不絕地流入大清的收銀機 而大清又是聰明不切地說自己什麼都不缺 所以慢慢英國的貿易赤字一路擴大 正在英國為錢拋爆頭的時候 那隻匯甲金蛋的雞 美國大陸又獨立了 所以英國想了一個辦法 在工業革命之後 英國人將供過於求的棉織品 拿到印度賣 所以印度傳統的仿織葉馬上倒 所以根本不需要再種棉花 所以英國人改種鴉片的原料 鵝叔 之後再將鵝叔賣給清朝商人 這樣一來就可以回收中國買賣茶葉的白銀回來 而為了做這件生意 後面的故事就狠狠狠暴力了 兩國亦因為貿易問題爆發了鴉片戰爭 大清一敗塗地從此一決不振 英國人也靠著販毒解決了貿易易差的問題 所以絕大部份的戰爭 不為什麽 更加不是為了正義 而是為了錢 但英國人的目標 不僅如此 他還想在印度種茶葉 永遠不需要再向中國買賣 於是在印度種茶葉 但中國的茶 在氣候炎熱的印度 根本無法生存 所以在1823年 英國探險家在印度的阿薩姆地區 找到新品種的茶樹 跟中國茶餅一樣的地方就是 中國茶是生在一些比較寒冷的地區 所以為了抗寒內寒 所以葉是又細又厚的 而印度的阿薩姆種生於熱帶 為了方便光合作用 所以葉片亦比較大 而熱帶亦有很多蟲 所以葉片大一點才不容易被蟲吃光 同時亦為了抗蟲害 所以阿薩姆種的茶葉 它的咖啡因比較濃 其實喝茶 尤其是綠茶 是喝氨基酸的香味 而紅茶就是喝咖啡因的苦味 所以阿薩姆比較適合做紅茶 發現了阿薩姆這種品種之後 英國人不再依賴中國茶葉 而印度亦成為全球紅茶的第一產地 因為中國茶 印度亦失去了棉花的傳統產業 但又因為阿薩姆的茶 經濟又起死回生 今集時間到此為止 我是陳老師 有空無事 談談歷史 下集再見